請 熱騰騰砂鍋粥冒出正正白煙 接著依序放入新鮮海味 細細翻攪 將湯頭染成唯美金黃色 好香 大火熬到米粒 吸附滿滿湯汁及食材精華 再加入蔥花和芹菜增添香氣 這晚爸往海景粥端上桌 每一尺撈起來滿滿都是料 潮汕砂鍋粥 其實它煮一鍋起來 是要35到45分鐘 我們是有預煮的 煮到譬如說大概六七成 然後之後客人點餐了之後 我們再做一個現煮的動作 大概會在五六分鐘 去把這個粥完成 除了生食雞海鮮 你沒看錯砂鍋粥裡頭 竟然還有牛小排 每塊肉熟度拿捏 恰到好處 吃起來軟嫩有嚼勁 有牛小排加牛小排 這種就比較創新 然後配上這些小菜 都滿好吃的 吃起來跟我們在大陸 吃到的那種潮上火鍋一樣 那種很濃郁 很夠味 就要懷緣度很高啦 打破對於砂鍋粥的傳統印象 店內多達15種配料 統統都能客製化搭配 就是要讓高客吃得過癮 高湯加入鮮奶作為湯底 接著再放入火鍋料 肉片及雞蛋大火一滾 等待兩分鐘 上氣燉時撲鼻而來 這時少不了加入靈魂配料 滿滿兩匙珍珠 加到鍋燒麵裡 濃郁奶香 鹹甜滋味 只有位在新北市新莊 這間鍋燒店才吃得到 原本這裡是早安店 然後是我爸做的 然後他已經做了 大概二十幾年了 很久了 因為早安店養了我二十幾年嘛 然後我就想說 我是應該要回來幫忙爸嗎 不然他們其實很辛苦 婦人父母從早忙到晚 這才毅然決然從資訊業離開 在早餐店旁開啟鍋燒麵攤 讓不少南部人在吃早餐時 也能一解相愁 父親在那邊上班 所以有時候就會中午過來吃這樣 這麵它湯頭還滿濃郁的 然後其實它的麵條也滿Q彈的 用料也是很新鮮 店家大丸創意推出特色料理 不只成功製造噱頭 更深深抓住老饕的心